财富很诱人 收获方式要靠挖 为了让利润翻翻 还要给藏在贪图下的文革搬家 我们春靠文革反正已经 已经分红好几个亿了 这种东西长得丑 但到了他手里 身价却变得不一般 只有失败的老板 没有失败的行当 他想办法让难看的山药变好看 已经卖到14元 比其他人做得再好一点 哪怕一点点就可以 看产业能人们如何挖出财富 抓住商机 带动农户增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共富经 收获农产品的方式多种多样 有的是采摘 有的是捕捞 有的是收割 无论用哪一种方式 收获都是一件让人幸福的事情 今天我们带您去了解一种 特别的采收方式 挖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 他们是如何把诱人的财富 挖出来的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队 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听完老乡的话 您再低头看看这遍地的文革 说这些贪图是聚宝盆 也不过分吧 看大家干得热祸朝天 记者也忍不住了 想体验一下挖文革 你看这些小的 他就不他就小的就对他就 试一下 哦 踏起来 来 哎呀 往后牵上来了 然后怎么着 哦 哦 这样连着 来 抬起来 抬起来 上 好嘞 好了 好了 然后我试一下 就往后退 对 然后你就 他这个角度是怎么样 对 你就这样就行 照顾他形成一个三角粒吗 哎 你要这个你要 四五十斤的粒 对 你这个 你要 往下压 往下有了 然后你就听他声音没有 哦 你看有了 咯噔一声 对 有了 是吧 然后你就给它挑出来 对 然后就 对 就给它挑进去 很清脆的 对 咯噔一声 对 对的 是吧 哎 这个挺好玩 那现在一天能够拉多少啊 两百多斤 两百 一个人吗 对 一个人 九点钟 眼看要涨潮了 摊不上瞬间热闹起来 您瞧 老乡们从四面八方汇集一起 大家就地开始撑住 检验丰收的成果 我们粗略估计了一下 这一早上大概挖出来了两万斤文革 如果按十二元一斤来算的话 能卖出二十四万元 丰收的喜悦充盈着每个人的心头 现在 如东县有1.2万人参与文革产业 2023年总产值约四亿元 但不为外人所知的是 2019年之前 如东的文革产业还处困境当中 产品卖不上好价钱 总被经销商压价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当地人开始想办法提升产量 提高卖价 他们到底想出了什么高招 贪图上大家都忙得热祸朝天 唯独他东瞅瞅西看看 就是不干活 看看风景 看看风景 你会吗 我不会 我不会 用当地农户的话说 激烈是贪图上最能折腾的人 现在村里有一千多人跟着他干 激烈究竟是怎么折腾出财富的呢 我们如东的文革跟外地的文革 去打价格战肯定是打不过的 你越打越受伤 这难度可就大了 文革在海滩自由觅食 自然繁殖 这种情况下 怎么能让文革变大 提高产量呢 激烈琢磨了一阵子 放出话来 让大家给文革搬家 这个想法一说出来 就遭到了反对 她是新来的吧 肯定有一点那个 好像她年纪这么轻 对吧 喜乐会有的过程中有损耗 还有吧 会不会长得起来 怎么长得起来 当时大家觉得激烈是瞎折腾 她为什么非要给文革搬家呢 这还要从贪图上的一个怪现象说起 同样养文革不同的养殖场 母产量却都不一样 你产卖差一点 他们的产量会差到200吨左右 所以说这个200吨换上成人民币的话 将近400万 他们没有去考虑为什么会低 怎么样才能去提高这个问题 从来没人去探究这个怪现象背后的原因 但激烈爱折腾 他找来了专业的检测人员 揭开了贪图上藏着的秘密 检测了之后我们判断了 就是泥沙的肥度它有区别 原来看似一样的贪图 其实也是有肥有瘦 于是激烈才提出 让农户把文革往肥一些的贪图上搬 您见过这样的大场面吗 这就是在给文革搬家呢 小文革搬家可是像大工程 需要几十个人合作 您瞧 大拍板不停地拍 藏在泥里的文革就冒出来了 再用网兜收集起来 车在滩图上行进 渔民们开始波洒文革 这样文革就正式乔迁新居了 积累这番折腾很有成效 他发现搬到肥一些的贪图上 文革生长速度更快 同样养殖一年 以前只能涨到四厘米左右 搬家后能涨到六厘米左右 每亩的产量增加了一千多斤 文革个头大就有竞争力 在市场上一斤就能多卖两元钱 这两块钱对咱们意味着什么 来了一百人 一百人 正常一个人是一百五十斤 算就是一万五千斤 一万五千斤就是说 如果差两块钱的话 它就是三万块钱 这下子村民彻底服了 以前觉得积累是瞎折腾 后来都夸他能折腾 村民们挖出来的文革更大了 不用打价格战 还有游客主动跑到滩图上 来体验挖文革 看完了挖文革 接下来我们要跟着村民去挖另一种财富 那可是一种藏在地下 长得很丑的东西 每年的十二月份 戴贾木都会从湖南老家 来到云南普尔 他把记者带到半山腰的一块地里 他告诉记者 他的宝贝就藏在这里 你别看到放草一片 里面全部是宝贝 你走着看 就在土里面 它不找苗的 看不出哪有啊 骨头包的 看了那个地方就有 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 看 就完全是和土一模一样的 来来拿出的 下个问题 留到试试 你看我的 嘿 哎呀 好像有东西卡住了 看 是 哎呦 有根 对有根 哎呀 我来试试 你试试 再试试吧 嗯 哦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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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比较稀 这一面 他长得好丑啊 对 戴甲木告诉记者 这种长得像土疙瘩的一样的东西 就是他赚钱的宝贝 土的衣服就很漂亮 你可以尝尝 来 这个会不会很难吃啊 不难吃 就直接这么啃就行 对对对 感觉啃一脸土 嗯 你把土搞进去了 还有点点苦味 对 这是好宝贝啊 好宝贝啊 不仅戴甲木把这种东西当成宝 当地老百姓看到他们 也是乐得合不拢嘴 而且农户们个个都是挖宝的高手 这里 这里就有了 我一眼就可以看出它长在什么地方 像里面的话就不知道 看不出来 它只能藏在地下面 太阳一晒就炸裂了 像这里也有一个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个石头 姐弟是有 你看是不是很准确 这个太色了 双胞胎 可以拌了 你看 它刚断它出水了 这感觉就像挖宝似的 哎呀 本来就是宝啊 哎呦 像不像虎了 对啊它就是奇形怪状的 什么形状都有 枝鸟像 狗雕的不同 然后这个听筒 你好 像一个大石头一样 这也是这种宝贝的特点 长多大长成什么样子 完全没有规律可循 它有大又小又长又短 体型也不一样 因为奇形怪状长得丑 当地人也叫它们丑疙瘩 可就是这种丑疙瘩 价格却让人很欢喜 这个只有几千一公斤多了 都是五块左右了 二十五块 这一块二十五块 嗯 一旦遇到这样的大块头 一个就能卖到几百元 这个是第一十万第二十万 第二十万 我饭的就是第二十万 哦哦对 现在戴甲木自己种植了 两千多亩的丑疙瘩 它还带动湖南云南湖北三个省 七千户农户一起种植 种植总面积近十万亩 每年的十二月 是云南这边的采收高峰期 为了节省时间 采收的奴户一上山就是一天 中午就在山上吃点东西 吃一下 吃一下 这鸡子好吃 虽说很辛苦 但大丰收的日子 大家还是很开心 一亩地能挖出两吨多这种丑疙瘩 戴甲木按照一斤八元左右的价格收购 它统一销售 这就意味着 农户中一亩丑疙瘩 就能卖到三万多元 被当地人称为丑疙瘩的东西是符苓 符苓是一种药食同源的真菌 既能入药又能食用 戴甲木的老家湖南淮化 有五万多户农户从事符苓的种植和加工 但一直有个问题困扰着戴甲木 符苓原材料时不时就会断货 等比下锅一样的 我们就必须要生产的话 这批原料也必须要到位了 没有原料就无法正常加工 作为当地符苓产业的带头人 戴甲木心急如焚 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这还得从符苓的种植方式说起 长期以来 符苓的种植方式都是这样的 把松木铸成六十厘米长的木头段 把符苓菌种放在旁边 符苓会通过吸收松木的营养开始生长 十个月左右就可以采收了 这种传统的种植方式 最大的问题就是需要砍伐松木 随着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 当地的松木砍伐被严格控制 松木原料少了 符苓自然也少了 符苓就很缺了 你也就越来越下降 每米下锅让戴甲木很着急 怎么打破行业瓶颈走出困境呢 那段时间戴甲木每天在松林里转 经常盯着地上修剪下来的松枝看 松树需要修剪 修剪过后留下的小松枝遍地都是 除了当柴火也没啥用处 戴甲木突发奇想 能不能用这样的小松枝代替松木来种符苓呢 这个想法一说出口 身边的人都说不可能 要在种植上大胆创新 研究新技术 戴甲木知道他可没这本事 得找更有经验的人帮助自己 戴甲木找到的人叫王先勇 在当地种植范 已经有三十多年 他们把小松枝结成小段 装在塑料袋里 然后放上菌种 埋在土里 等了四个多月 范苓是长出来了 但却很小 很多朋友都认为这事成不了 可戴甲木是铁了心要干 只有失败的老板 没有失败的行当 是不是 你这钱下去新来 新军的就走下去 是不是 要就是不要不做 戴甲木和王先勇琢磨 松枝是带着皮的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 菌种不容易吸收松枝的营养呢 他们就特意把松枝的表皮刮开 露出里面的木质层 前前后后折腾了三年 到2011年 在王先勇的帮助下 戴甲木总算是成功地用松枝 替代松木种出了茯苓 母产量能达到两吨多 比松木种植产量略低 但品质一点不差 看到戴甲木施种成功 当地老百姓也跟着戴甲木 用新办法种起了茯苓 你看这里一个 这个就已经种出来的吧 这个就是茯苓了 现在用这个变酒肥的 改变化 以这个肥物为包 是的 这个构极还不小啊 还不小呢 这个应该有二十多斤吧 呀 呀 算了我不搬了 你搬吧 哎呦 这么大 有了新的种植方式 戴甲木再也不为原料发愁了 他把自己的种植面积 扩大到两千亩 带动七千多户农户 种植茯苓 种植总面积近十万亩 看了挖文革和挖茯林 我们再到河南温县去看看 那里的种植户 正在挖一种 已经有三千多年种植史的宝贝 这里是长盛涛的基地 我们用航拍机 带大家看看整个基地的全貌 右边大面积的土地已经被推平 左边是大片的枯藤 这块地看起来不像我们常见的 种植或养殖基地 更像是建筑工地 那么问题来了 这到底是个什么基地呢 这个基地的玄机 全都在这条用挖掘机凿开的深沟里 这条沟长达一百七十多米 一米多深 工人拿着铲子 正在对沟内的土墙进行挖掘 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值钱玩意儿呢 它是嵌在这个墙里面的 对 都嵌在土里的 不知道它有多深呢 它有多长 对 这个大概长在哪 它其实是 它是不固定的 里面的拉丝啊 你看 你看 看 哦 能拉出这个非常绵密的丝 嗯 很细很细的 这里的山药水分少 粘液浓 所以能拉出绵密的丝 这样的山药吃起来又糯又香 温县铁棍山药已经有三千多年的种植历史 是山药界中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它皮皮脂薄肉质绵密 咬上一口软糯香甜入口化棉 除了好吃 温县铁棍山药还有一大特点 就是丑 因为当地土质特殊 所以从这里生长出来的山药 身披铁锈斑 而且没有其他地方的山药长和直 因为它颜值不高 所以不好卖 我们这个山药因为这个品香的一个原因 很多人还是接受不了 之前特别弯曲的时候 口口去皮不好去皮 太小的时候它的肉也少 但是长盛韬这位小伙子 却能让长得丑的山药 价格增长到以前的七倍 一斤达到14元 一年卖出去5000多万元 长盛韬是怎么让山药生殖的呢 长盛韬流转300亩土地自己种山药 它要种出客户喜欢的又长又直的山药 迎合市场需求 当时为了改进山药品质 部分种植户采用了新的种植方法 在种山药前 用离地机把土壤疏松一遍 帮助山药好扎根生长 长盛韬照做之后 发现这个办法虽然有效 但跟客户喜欢的山药相比 相差还是很远 长盛韬不死心 哪怕能前进一小步 他也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我们只要求一点 比自己做的再好一点 比其他人做的再好一点 哪怕一点点就可以 为什么输松土壤之后 种出来的山药还是有长有短呢 长盛韬百思不得其解 他跟着离地机走了一遍又一遍 还拿杆子扎进土里 查看土壤输松情况 他意外地发现 有不少地方用杆子根本处不动 离地机的工作 是要把地下一米深的土壤输松 而长盛韬无法用一米长的杆子扎进地里 这就说明坚硬的土壤 是离地机的输松路线发生了偏移 很大可能是操作机器时 遇到打不动的地块 司机师傅为了继续前进 把离地机钻头抬高了 这就导致原定的翻土深度达不到 土壤输松不彻底 因此长出来的山药有长有短 长盛韬请人对离地机做了多次改造 钻头长度增加至1.2米 一个钻头增加至4个钻头 既保证给山药更深的生长空间 又提高了效率 它还增加了检测工序 就是用杆子扎下去 发现输松深度不够的地方还要反攻 这样双保险 确保鲁土被完全疏松 然后就说山药带着咱们那个龙头的话 龙头可能要站个这么长一个龙头的距离 下面这个山药的话就能长这么长 就能长个儿 改造之后 长盛韬种出来的山药长度达到了60厘米左右 因为变长 产量也从1000多斤提高至2500斤左右 而且长得也比以前值也顺眼多了 通过网店销售 2023年长盛韬的销售额达到5000多万元 他把种植技术传授给农户 农户种出的山药再交给他 带领当地200多户种植户 靠着铁棍山药过上了好日子 财富很诱人 收获要靠挖 勤劳智慧的奋斗者们 不仅挖出了财富 也挖出了美好幸福的生活 江苏如东的养殖户 用新办法养文革 还把文革和旅游结合起来 带领大伙儿巧生财 湖南淮化的茯苓虽然长得丑 但加工后全身都能变成宝 河南温县的山药 种植户改良种植方式后 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挖只是一种采收方式 新思路才是让农产品走得更远 变成诱人财富的关键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贡富经 我们下期再见 本期不论